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从小她对舞蹈比较感兴趣任嘉伦毕业于青岛外市服务学校,众所周知,任嘉伦并非毕业于电影学院。 在没有拍摄作品之前,任嘉伦参加了很多歌手以及舞蹈比赛。 2011年,加入中韩组合并成为了领队。 尽管获得过优秀亚运歌手称号,但始终没有多少观众注意到它。 任嘉伦接触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通天敌人杰,一个没有任何演义背景,而且还非科班出身, 接到的第一个作品就演男主角,在娱乐圈可谓是少之又少。 任嘉伦当时还在韩国练习,突然收到一本剧本,打开一看便让任嘉伦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三考虑之下,任嘉伦决定试一试。 演这部作品任嘉伦毫无经验,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挨了不少骂, 不过仍然努力背诵台词,尽可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在观众面前, 电视剧播出后却毫无水花。 哪里有什么一夜爆红,任嘉伦如今能够成功,要感谢当初的自己。 后来任嘉伦参演了《青云志》,这部剧集齐了如今大量流量明星, 所以在当时,任嘉伦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。 直到大唐荣耀的播出,让任嘉伦瞬间人气大涨。 这部剧之后,各种绯闻也逐渐袭来。 但他却在这个时候选择官宣自己已结婚, 因此让一部分网友感到十分失望。 这时公司也意识到了任嘉伦的价值, 之后任嘉伦才接触到了较好的剧本, 比如《美人目白首》、《天机之白蛇传》说, 周深如故等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